俄罗斯重返黑海协议不是不刻意 但普京不再心存侥幸了 用必要条件砸向土耳其和西方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众神talk》 我是卢中成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在俄罗斯与土耳其身上 体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从互相扶持到背地里捅刀子 在终止黑海外运协议这件事上 土耳其与俄罗斯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铁鹅们 给外界上演了一出相爱相杀的好戏 或许在埃尔多安看来 土耳其可以通过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举动 迫使普京低头 所以他才会单方面撕毁了战俘协议 释放了亚索营的首领 然后自信的向外界表示 俄图两国恢复黑海协议问题上 达成了一致意见 埃尔多安的想法虽然很好 但现实却很残酷 在土耳其刚宣布俄图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协议后 遭遇的却是俄罗斯的狠狠打脸 普京不仅拒绝恢复黑海协议 同时还拒绝来自土耳其的通话邀请 不过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并没有就此放弃恢复黑海协议的努力 还是在他多方不懈努力之下 普京最终接听了埃尔多安的电话 日前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又发表了一份声明 主要是说埃尔多安已经跟普京通上了电话 双方谈话的内容重点依然是黑海协议 但这一次土耳其的表现就没有之前那么轻调了 说辞高明了许多 埃尔多安并没有说让俄罗斯一定要恢复黑海协议 只是说希望俄方能保持克制 与此同时 埃尔多安还刻意强调 黑海协议的终止 无论是对哪一方都没有任何好处 显然 克里姆林公此前的强硬态度 让埃尔多安明白了 想让普京低头 那可不是土耳其上一点手段就可以的 所以埃尔多安现在改变策略了 采取怀柔的说辞 意图让普京回心转意 然而令他没有料到的是 当久了冤大头之后 俄罗斯现在也学精了 普京提出了一个条件 想让俄罗斯重返黑海协议 不是不可以 前提是西方必须兑现在该协议中 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 其实在已经终止的黑海协议中 有两点比较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要保证乌克兰方面的运粮船能通过黑海航道 另一个是西方要取消对俄罗斯农产品 以及部分化肥的贸易制裁 按理来说 这两点确实也是兼顾到了各方的利益 俄方没有道理终止协议才对 可实际上该协议在旅行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关于第一点 俄方倒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保证了乌克兰通过黑海航道卖粮 可第二点 关于美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粮食与化肥的出口制裁 西方却并没有执行 这就是普京为何此次会提出 西方必须兑现承诺这个条件 因为当了一年多的冤大头之后 普京是终于明白了 西方国家压根就靠不住 在我个人看来 其实无论埃尔德安给普京打多少通电话 都是徒劳的 试问有哪个国家在被西方坑骗了一年多之后 还会继续上当呢 各位网友接着看吧 除非美西方能够信守契约 可是海盗出身的美西方国家还有契约精神吗 各位网友说是不是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